国人被骗到柬埔寨打工的事件平传 那现在难道也成了蓝绿的政治口水攻防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就把矛头指向了执政政府 认为现在因为是贫富差距创新高 造成了这些台湾人想要往国外来发展 最后却受困在柬埔寨 因此也把炮口对向了总统蔡英文 认为他在执政期间到底负了谁 我们可以看到要参选台北市长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 就痛批约4000名台湾人受骗到柬埔寨偷金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事件是跟执政政府脱不了关系的 不过可以看到民进党现在也来反击了 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书记长程欧珀 就表示也质疑了蒋万安手中的数字 他说根据他的掌握是有120人爆患 但是有2000人失踪 但是这些失踪人口是不是都是因为受骗 目前是不得而知 而且认为现在营救国人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不分蓝绿的 同时也搬出现在执政政府是有在做事的 例如包括中国大陆还有金普寨是相当要好 但是我们的外交部还是努力的透过民间团体来营救国人 而且这事件现在也非常复杂是有黑道介入 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想尽办法来营救受困在柬埔寨的国人 而且可以看到民进党立委何志伟也表示 目前像是高风险国家的真财讯息已经被人力银行来下架 等于说政府确实有跟民间团体来进一步合作 包括像是透过月初设立的专案小组 透过台商还有NGO一起来营救国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 现在也是有准备第二的预备金编了预算 也是要把这些受骗的国人救回来 表示令政府的确是有在做事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